鄭家穎和周秀娜 這日出席電影《熱問外傳》《張天志》的宣傳 家穎說第一次和白爺元和平導演合作 有些遺憾不能拍打氣 但周秀娜被她打得臉都腫了 我還懶得跟Chrisie說 你放心吧 我待會要打你 但我打人打了很多次 我很有經驗 我有效果打得你 但又不會很痛 怎知打完第一巴巴爺說 你有沒有打到的 我打到 因為她坐很遠 她的房間在隔壁房間 她聽不到聲音 第二次說我要用力點 再用力點 白爺說用力點打 第三次說對不起 Chrisie 我這次真的要用力打 我的心都離一離 打完她臉 吃得好認 然後白爺說可以嗎 她說可以 白爺說好像可以大力點 白爺她臉腫了 副導演就很幫忙 拿兵力氣 不練氣了 白爺說算了 過了 提到早前和黎瑞恩去馬來西亞登台 家穎就順手向小欣子請教育兒心得了 我有請教她的 阿欣就說 第一件事就不要讓她玩電腦 她說小時候很後悔讓兒子 因為小朋友有些東西看著 他們就不 她乖的 就不會吵 但是她說很後悔讓她看 她就整天看 只顧著玩電腦打機 所以她說不要給她電話 不要給他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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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長大 我記得了 不要說我弱兒